史無前例高雄點餘長遭挾持 警方得知主賢鄭麗德 和前議員李榮忠有私交 傍晚5點 高雄市警局長親自撥電話 請李榮忠協助進入獄中談判 因為當時第一個時間 是不知道裡面的狀況是怎麼樣 但是我爸就覺得說 可能警方有這樣的要求 那他也有熟 他想去試試看 所以我就很擔心說 因為現在雖然有熟 可是他現在手上拿著槍 她是李榮忠的女兒 是議員李梅貞 第一時間得知爸爸要進入監獄談判 擔心父親安危 因此和囚犯鄭麗德通電話安撫 我們都不能動的 結果咧 他們不能回家 真是有這個道理嗎 李德哥就是 我不會把你的訴求講出來 只是說因為這樣 這樣子我就放心了 因為我剛剛就有點擔心我爸而已 謝謝 你放心他絕對不會 我誰都很懂 他我絕對不會懂他 囚犯鄭麗德再三保證李榮忠的安全 也讓女兒稍微放心 他轉述父親李榮忠 二度進入監獄協助談判 晚間十點多 帶著鞋吃飯兩張 親手寫的不滿以及訴求 步出監獄 前緣協助談判算是平和 但是鞋吃飯家屬親戚哭喊 就讓他們情緒波動 當嫌犯聽到這些家屬哭喊的聲音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很拒絕的 所以說他們一直叫他們回去回去之後 那家屬繼續的哭喊 所以他才產生第一次的對控名牆 警方會請來前緣李榮忠協助談判 就是因為他在地方上長期經營 過去跟鄭麗德就有交情 鞋吃飯對李榮忠特別尊重 只是想表達不滿訴求 就選擇鞋吃人質 再度選錯路 記者王成員 邵紫陽 高雄報導